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容姐姐 你怎么心事重重的呀 难道还在为女奴的事情操心 姑姑你不用担心 女奴的事项 公主已经安排妥当了 办得漂亮 小钱子 这钱大友什么时候变成太监了 老大 你有所不知 我这是舍身取义 为老大排友解难呢 公主呢 自掏荷包 给那些女子们备了盘缠 准备马车 要送她们回家 公主 真是人魅心善 这些都是小意思啦 办公主呢 可不是一般的公主 何况云河大侠行侠仗义 就百姓于水火之中 我作为云河大侠的追随者 自然是尽一些绵薄之力啦 秦尚超 你刚刚去哪儿了 姑姑 是这样的 刚才我跟老大 我们俩去山崖一下搜了半天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上官红的尸体 估计啊 那小子八成是跑了 这个上官红 与容姐姐素不相识 却多番针锋相对 想必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公主果然是明察求好 对 为了保护姑姑 咱们赶紧拿下上官红 查出幕后真凶 容姐姐 你放心 我跟亲大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那上官红一定不敢兴风阻浪 嗯 就属你会妖宫 公主又是保护姑姑 又要救治女奴 赶紧喝点汤 吃点鱼补一补 娘 各位好啊 世子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呢 怎么说话呢 我家世子即将迎娶花容姑娘 要是外人 秦道主才是外人吧 连把圣剑都整不明白 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 姑姑 少打 这圣剑既是嫁妆 本来就会落到世子手里 但不知为何世子如此急不可耐 这背后隐藏些什么秘密 秦某倒是非常好奇 既然早晚都是我的 本世子现在就想要 也未尝不可 那世子得试试 我倒是挺想试试的 哎呀世子 依我所见呢 你还是别试了 因为你的武功 可能真的不及我价值啊 来 吃 吃 老大和大嫂今天这出夫妻同心 奇力端金 直接蹲了你小的锐气 真是大快人心 嗯 嗯 是吧三弟 这画上不是老大和大嫂吗 现在的画师能画出姥姥的样子 但老大他倒着看画 这有什么讲究 嗯 嗯 老大 你 眼睛没事吧 昨晚被上官红的手冲锁伤 哎 哎 老大 你能看到我吧 我张弦 老大 老大 没事的 大友 大友以后就是你的眼 没事 哎 我还没瞎呢 哦 哦 就是 老大只不过是被肖黄入了双眼 没有失明 只是有点宠眼 哎 哎 你忘了万尚大会那九眼了吗 啊 他当时就是被肖黄入了眼 所以 最后才瞎了他呀 是吧老大 你记得吧 哎 老大 我现在就去找海氏最好的大夫 嗯 前男友 你去找一个叫画梗的人 嗯 我曾经听义父说起过 此人医术出神入华 定能治好我的眼睛 老大你放心 我绝技三尺也找出来 走 不能让容儿担心 容儿拿剑的样子也很好看 秦上诚的眼型一定是换了延期 难道是昨晚为了救我 被守冲所杀 嗯 不行 我得 他之所以不告诉我 就是怕我担心 我要是贸然戳穿他 岂不是让他更难过 嗯 先探明情况为好 老大 老大 你看 这其实好热闹 好多人哪 老大还看得见 啊 没事儿 前面就到了 到了 走走走 来来来来 老大 到了到了 你看 不是 看 二哥 咱们不是去医馆吗 现在来了寿财店 老大只是眼睛瞎了 你来 你来寿财店 是什么意思吗 少见多怪 老大 我听说啊 神医画稿就是活人的钱也挣 死人的钱也赚 给活人治病 给死人送终 就是这行踪啊 有点 诡异 看完 神医这么神神叨叨的吗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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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医靠不靠谱 你看这个药上 都是灰 肯定是很久没人来过了嘛 你 这没人嘛 这没人嘛 是谁这么没有眼力架啊 啊 大白天的饶人轻吗 我们又见面了 画三郎 莫不是公子 对在下的画作不满意 追到了此处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画师啊 那你这不就是庄瞎吗 我不是庄瞎 我曾经真瞎 只是用了一句妙方 把眼睛治好 公子此来 是不是也是为了此事啊 神医啊 咱就别卖关子了 有没有什么好招 这世间就没有我画三郎治不了的病了 是是是 只是 得看公子的诚意如何 是是是 那么敢问公子是因何受伤的啊 萧黄入眼 对 寻常郎中说萧黄入眼无药可治 是 只能等待失明 是 是 但在下有一个方法 不知公子是否愿遗失啊 说 好 便是以金晶蛇王的蛇胆为要因 加之一对新鲜的活人眼 一眼还眼 一眼还眼便能还公子以复明 活人眼 是 你这什么五股妖术 谁信呢 就是 你爱信不信 反正我是这样之后的 老大 老大 秦公子啊 司法是在受伤十日内有效 十日不换眼 我也没办法喽 你这张嘴 老大 哎呀 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让容儿知道 嗯 明白明白 大叔老大 你的眼睛咱 真不试试 我秦上诚的眼睛即便是瞎了 也绝对不会用活人的眼睛 换我自己的眼睛 这件事需要再提 尚官红查到了吗 兄弟们正在排查青楼独馆驿站 嗯 相信很快就能抓到尚官红的 老大你放心吧 走吧 走走 好 你该告诉我金京蛇王哪里能寻到了吧 哈哈哈哈 你们两口子真是心有灵犀 这么漂亮的眼睛 要是放在公子脸上一定非常合适 不是只有十日期限呢 废话少说 好好好 其实啊 金京蛇王就生活在海市郊外的媚英谷 这是我特制的饮蛇粉 看你时心时意就免费送给你了 不过姑娘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这蛇王可难寻 而且啊 仅此一条啊 荣姐姐 荣姐姐 有一个女奴晕倒了 但木白正在医治 走 去看看 嗯 好 姑娘中毒有多久了 不到一个月 公子 公子 莫非我这毒 是解不开了 并不是 等会儿 我会为你单独开个药方 按时煎熬 不到十日 便可痊愈 多谢公子 你们快扶她回去吧 不过姑娘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这蛇王可难寻 而且啊 仅此一条啊 我该怎么找到蛇王呢 小姐 小月 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啊 哦 这是小姐今天让我去 华大师那儿取的药 小月已经为您浇好了 小姐 您趁热喝 你看你 我是知道你身子虚 需要多补补 特意给你抓的药 怎么反倒给我送过来了 哦 多谢小姐 嗯 嗯 没事吧 对不起小姐 我 别想了别想了 没事吧 我没事小姐 对不起啊 我一会儿一定再去盛一晚 一定不辜负您的美意 别瞎说 哎 小月 按照海誓的风俗来看的话 只有孪生姐妹 才会佩戴这条红绳吧 嗯 我的确有一孪生妹妹 但是她已经 嗯 没事的小月 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妹妹 但你现在多了一个姐姐 以后你就别叫我小姐了 换我姐姐便是 真的吗 嗯 容姐姐 哎 快起来 慢点 别管了 对了 小月妹妹 你是海誓人 你可知媚英谷 容姐姐 你要去媚英谷做什么 这是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做什么 之后你就知道了 好 你开心 你能在心里 你也能在心里 你不肯定 你也能在心里 你能在心里 你能在心里 你最好 你 brief 你不看你 我只有你 你不顺眼 我们不顺眼 我更能在心里 你就想到你 你不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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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心在心里 我直接听到你 因为我真的害怕 害怕以后你的容颜 我只能 靠想想 淡淡的眷恋 回忆如烟梦中线 时间的零一边 有谁缠绵 那白月光透过窗 照在心上 像千月不圆满 夏千月却乱一半 你在何方 太匆忙 太张扬 冰月成霜 夜未央 几场光 月影长 趾若干战 你在心上 无法自杀 天余细无情言 伴君归迢迢路远 回忆翩翩不声不浅 绵绵的思念 随着漂浮的铺垫 心中也说不出 万语千言 那白月光透过窗 照在心上 像千月不圆满 像千月缺了一半 你在何方 太匆忙 太张扬 冰月生霜 夜未央 几场光 月影长 情若寒暂 你在心上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治好你的眼睛 让你重新看到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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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友啊 在黑市上 给你逃了一个明目的偏方 怎么样 咱们要不要试试 可香了 啊 还没错 不愧是我老大 虽然说眼睛无法失误 但仍然是 有日有余 风采一旧 收拾关情 好嘞 老大 这药杂好像有毒 不 皮霜 老大 昨天 小月 好像在膳房给大嫂煎药 还应该不会吧 老大 老大 黄珊来了 容儿在房间吗 我好像 听值班的兄弟说 她一大早 跟小月出去了 老大 老大 这是药包上的画子 大嫂肯定见过画三郎了 他们现在可能去梅银谷抓蛇去了 这眼蛇粉怎么不好用啊 怎么一条蛇都没有 好 好 若姐姐 不要 对 对 对 我已经将你体内部分的毒液吸出 但是还有残留的 尽量不要乱动 否则会蔓延得更困 来 住好 我去替你找郎中 别着急 若姐姐 我 别怕 我很快回来 我 小心 来 晓月 慢点 小心 上光红 花蓉 即便这个叛徒救了你一次 今天你也难投一死 好 那就在我死之前告诉我 到底是谁要杀我 或许 阎王爷会告诉你吧 放 走 别多想 就你只因不想欠你 这一枪 是我替秦上城还你的 现在你又欠我了 想救花蓉 便来三里外魅银洞一战 这上官红都死了 谁留的血 端木牌 端木牌 不对老大 大嫂在东边 魅银洞在西边 他们俩不在一块儿啊 你们去救蓉儿 我去挥挥端木牌 不 好的老大 好的老大 走走走 我们走 起来 这边地形复杂 声音还会回响 这边地形复杂 声音还会回响 你究竟想干什么 你我鄙视一场 若你赢了 花荣自会安然无恙地回去 若我赢了 把圣剑交出来 端木白 你早就察觉出我眼睛有问题了是吧 可即便是我看不见 你也毫无胜算 这魅英谷正是为秦兄所准备 试试便知 其实 我一直都把你当作一个 值得尊敬的对手 但如今 你彻底失去了当我对手的资格 你的想法 我不在乎 圣剑 我势在必得 你能不能够 认输吧 交出圣剑 我可以不杀你 我秦上诚就不知道 输字怎么写 原来秦兄一味地退守 只是为了确定火把的位置 圣剑你是拿不到的 秦兄已是强弩之末 我奉劝你不要再逞强 要转电斩哪那么多废话 你不要再逞强 秦晓晓 小白哥 秦晓晓 你没事吧 老大 老大果然天下无敌 对对对 老大 大嫂已经找到蛇王了 你的眼睛有救了 有救了 对 秦晓晓晓 老大 老大你醒醒了 老大 华神医 怎么样 无妨 秦公子昏迷乃是心神受损 经历耗尽所致 病无大碍 只需安心休养便可 端木白在哪儿 我这儿就去找他 为秦大哥报仇 公主 放心啦公主 那臭弟弟被我们绑得 严严实实的 这儿 等我们老大眼睛好了 再来一块去审他呗 华神医 金经神王已经准备好了 尽快准备给秦晓晓晓 换眼睛吧 好 我这儿就去准备 麻烦您了 好 麻烦您了 大嫂 老大之前说过 她不想用别人的眼睛 来跟他换他 三弟 老大呢是怕生挖别人的眼睛 太过残忍 但是现在不是有现场了吗 青红邦那帮恶人 坏事作劲 眼睛伤在他们身上 都白瞎了 干脆误尽其用 是不是公主 那些坏人的眼睛呢 自然是比不上 秦大哥的眼睛好看 但是 当下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这就去给秦大哥 找一双最配得上他的眼睛 走走走走 其他事情我都能答应你 这件事情不行 我一定要 治好你的眼睛 主位 这换眼之法的第一步 就是取眼 待眼睛取下来之后 再服以舌胆为座药引 最终移植到秦公子身上 此次治疗 大概需要用十三个时辰左右 屋内只需一个人留下 给我打打下手即可 秦大哥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楚风铃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铃儿 你可想好了 挽开双眼之后会鲜血伺剑 那 那此重任就交对容姐姐吧 秦大哥醒了第一时间告诉我 前代有张贤 守在门口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来来来来 乖乖吃下我为你特别定制的麻肺丸 什么都感觉不到 你放心 我保证一点都不疼 你要用自己的眼睛吗 我想秦尚成 也不想伤害无辜的人 不后悔 别说是一双眼睛了 就算是隐秘换秘 我花容也是心甘情愿 我看见你 你不想不想像是你 我一双眼睛了 我看见你 你不想像是joo 我看见你 你不想像是你 我看见你 你竟是悲戒百难 相守生死的无憾 心有灵犀青色缘 任长伴 此生年年长相见 飘飘碎月暖 暮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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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